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承诺会继续为俄乌双方和有份协助达成协议的土耳其一起透过协商解决分歧 由联合国和土耳其促成的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原定在星期四届满 有运粮船停留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港口未知去向之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表示,协议将再度延长多两个月至7月18日 俄罗斯和乌克兰亦都确认协议将会延长 乌克兰副总理傅布拉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希望各方能共同努力,确保协议有效执行 他批评俄方阻言各方人员联合检查运粮船的进度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说,俄方同意延长协议 是要以行动而非空谈来确保全球粮食安全 帮助有需要的国家,但俄方对协议落实的整体评价并没有改变 敦促各方尽快修正编坦乌方和西方利益的情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协议延长 认为对全球来说是利好消息,并强调会继续和各方透过协商化解分歧 俄乌战事自去年2月爆发之后,数以敦计的乌克兰糧食一直滞留在黑海港口 触发全球粮食供应危机 到了同年7月,联合国和土耳其成功说服俄乌达成协议 同意重开3个乌克兰黑海港口,让滞留的穀物出口 并同意每隔一段时间检讨,决定是否延长协议的生效期 联合国同时也和俄方签署便利俄方粮食和化肥出口的量解备忘录 俄方表示,协议和备忘录互相紧购,不满协议在落实的时候 即是持续顾及西方利益 协议虽然曾在去年11月和今年3月延长 但由于俄方多次不满,问题未解决 仍然要退出协议,令协议的前景蒙上阴霾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宜报道 美国蒙大纳州州长签署法案,全面禁止下载中国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是美国首例,州长占福以特,表示禁令可以保护当地的个人和私人数据 免受到中共监视。TikTok回应说,法案非法禁制TikTok,侵犯了蒙大纳人民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TikTok会继续捍卫用户的权利 蒙大纳州众议院上个月通过法案,禁止应用程式供应商向用户提供TikTok的下载渠道 法案说TikTok窃取用户资讯和数据,并且有能力分享些数据给中国政府 违反蒙大纳州私隐权政策 法案明年1月1日生效 佳时TikTok和手机应用程式供应商如果违反规定,将会每日罚款1万美元 TikTok一直否认曾经分享些数据给中国政府 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今天开始在西安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前会晤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说中下关系开启了新的黄金30年 上方应该深发互利合作 两个人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会加大在涉及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 乌兹别克总统米尔制约耶夫 星期四凌晨抵达西安,准备出席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与会的多国领导人,星期三亦都陆续抵达 包括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 中方官员和三军仪仗队在场迎接 现场也有腰鼓和殃哥表演 而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 并出席峰会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先和习近平会晤,习近平祝贺他70岁生日 很高兴在西安接待总统先生 特别今天是你70岁生日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习近平表示,中哈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双方要深化合作 双方要大力弘扬,传统友好 坚定相互支持,深化互利合作 托卡耶夫就说,目标在2030年之前 推动哈中每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 又说哈方有兴趣向中方出口更多农产品 他并赞扬一带一路是伟大倡议 哈方将继续积极参与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 说双方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主线 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和哈萨克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 共同保障合作项目和企业人员的安全 积极开辟中哈务实合作新领域 声明亦强调,维护政治安全的意义重大 中哈将继续深化政治互信 加大涉及对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商户支持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国内政 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搞双重标准 双方愿加强反干涉、防范颜色革命领域合作 声明又提到哈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不会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作出的一切努力 中国中亚峰会星期四起一连两日举行 与会的还有土库曼总统别以德木哈梅多夫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宜不道 回来本港,有行山人士怀疑失租,跌落九龙库水塘受伤 由消防员救出送院 警方在清晨7点节目,一个男人在水塘水坝敷构 消防员到场放低吊篮,将67岁的男伤者吊上地面 警方说市主昨晚行山,现外跌落水塘再游上水坝 但未能爬回地面 照早由其他行山人士发现,报警求助 市主轻伤,清醒送院自离 正在此重建的黄江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透露,正是研究进一步推行一地一检通关模式 并且扩展至其他新口岸 但目前陆路口岸和机场等未有计划实施新安排 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江口岸正在重建 新大楼预计年底就会落成 到时候会实施一地两检 过关时间由20分钟缩减到大概5分钟 在立法会大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透露 港深两地政府正在研究在黄江进一步推行一地一检通关模式 即是两地的边境人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 即是旅客只需要出示证件一次,无需过两关 希望可以提升到过关效率和体验 安排亦都适用于澳门和内地居民 但其他的旅客就要再研究 邓炳强又说,政府规划重建沙头角口岸 和未来起新口岸的时候,也都会考虑实施一地一检 有议员就关注现有口岸,过关流程能否改善 好像早几天,我去大湾区,经深圳湾大排长龙 政府怎样可以尽快去处理香港个个关口 都可以一地两检,因为我们要路路畅通 路通、人通才可以财通 现成的关口,因为在设计方面 是确实未必能做到的 反而在一些我们重建的地方 就可以在设计的时间,已经考虑了这个因素 便会更容易 航空界就有意见提出,在机场实施一地两检 方便内地二线和三线城市的旅客 可以在当地不用办理出境手续 来到香港之后才一次过办理内地和本港的清关 当局就说要再研究 考虑到香港国际机场的运作模式 是连接不同的目的地的国际航班的输楼的地位 当中涉及法律和执行上的问题 而至到整体效益也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必须仔细研究 至于旅游业家就提出 将一地两检模式延伸去到沙头角中英街 当局就说中英街并不是口岸 但会研究给更多的本地居民去那里搬光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涉器报道 政府日前宣布大幅扩大人才清单 简化雇主从内地或者外地招聘专业人士的程序 商界认为是及时雨 勞工戴走担心会令到就业市场水浸 未来几年香港整体工程总量将会增加至每年三千亿元 不过有机电工程公司负责人说 过去几年长期请不到人 不少公司就算有工程都不敢接 究竟我们有没有人手去做 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所以我们无论是大中小的工程 项目要投标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慎重去考虑 其实这也会影响我们投标的意愿 这其实也是业界整个问题 政府星期二宣布大幅扩大人才清单 包括发展及建造业等51个工种 雇主无需在在本地刊登招聘广告 或者向入境处证明在本地招聘困难 就可以在内地或者海外聘请相关专业人士 程序缩短至4个星期 就算真的输入需要人才 应该都要设一个时限 和定期要作出检讨 人才就好像雨水那样的 氾滥水浸了 这样就会是人才贬值了 令到本来我们的人才 年轻人都难有上升的空间 放眼外国经验 目前新加坡引入外勞的比例 排行全球前列 并且为不同的行业定立外勞聘用上限 目前比例最高的建造业 上限是87.5% 明年将会降至83.33% 人海等等 我们需求的劳工是很多的 他认同要保障港人优先就业 强调可以参考新加坡做法 每年调整输入人才的项目和数目 无线电视记者李永彤报导 经济日报社评 公务员申筹催势调查结果出炉 加深政指标介乎2.87%至4.65% 公布在役下有两年冻生 但当前经济正是稳步复苏 如果当局综合考虑之后 柏板加新略超旧点 相信亦都没有重大非议 和全城大势相弱 公务员辞职跌创新高 照片却未尽予 政府有必要更加积极管流 和招揽人才 却亦都要致力提升效率 才可以满足社会的期望 明报社评 日后本港各行各业都面临人手平颈 公务员加深幅度 会成为其他机构的参考指标 就业市场紧张之下 容易形成薪酬螺旋上升效应 政府需要考虑对市场的影响 小心难跌调伸幅度 东方日报社论 社会服上 公务员理所当然认为必须加深 虽然港府表示 最终加深幅度 由行政长官辈和行政辈已决定 又强调机制上不存在追加 但外界普遍认为 今年按指标加深已是事在必行 然而本港各行各业仍然是百费待兴 很多打工仔以至老板都在捱 公务员是否物有所值 怎麽会不引起市民的疑问呢 又到中华日境时间 人类寿命越来越长 不少地方都面对长者没有人照顾的问题 内蒙古利用智能科技 由专人为老人家提供全面照顾服务 内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 独居长者问题变得普及 有时老人家未必想入住户路院 但又无人在隔壁长时间照料 周围有在家安装平安钟 智能床增等协助生活 如果他出现不适的情况下 可以按几个呼叫 这边有选项吗 我们的手机就能接收到他的信息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跟家里联系 按照这些智能化的这些东西 也给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 因为时时刻刻他能报警 这个智慧养老指挥调度中心 还可以提供餐饮、清洁、出行 和暮浴等92项服务 老人家可以打电话、用智能设备 手机应用程式等联络调度中心 喂 你好 新城区指挥调度中心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目前我们有多种可穿戴设备、监测设备 比如智能手表、紧急呼叫器、 红外感应仪、智能床垫等 主要针对的老人是像空层老人 或者是独居的一些老人 在子女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由指挥调度中心 去监测到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内蒙古将智能元素 引入到居家养老服务 令到城市的养老变得更加精准 母线电视机就在黄仙后不到 福建有来自台湾的80号指城副业 接力中查、发展查员休闲来游 80号陈弘家2015年来到福建 章平经营自然农坊做新查人 自然农坝 不打农药 不用粗草剂也不用化肥 也不希望破坏我们生态的环境 也是希望给客人一杯天然健康自然的好茶 他喜欢章平的风景和纯泊文峰 这里也是祖辈故乡 我的父亲其实是在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在爷爷的鼓励下 就回到家乡来投资种茶 那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带动家乡的经济 在我父亲经营了10年之后 然后我那时候来这边来探望他 有的是这个好山好水还有我父亲的好茶 所以当时就决定辞去台湾的高科技的工作 他在海拔千米的山上种高山茶 转型打造茶庄园 发展茶园休闲旅游 将爷爷书法和茶道结合包装推出文创茶业 茶园里面除了有我们三代人的文化故事 还有一些茶文化的体验 民宿还有餐厅 还有这些我们的茶馆 他希望有更多台湾投资者、建筑师和文化创意团队 来到大陆参与乡村振兴计划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道 西藏美术家协会 多年来致力协助藏族艺术文化唐卡 传承和多元化发展 唐卡是一种以矿植物颜料 在棉布或丝绸上绘製的画像 一般色彩浓厚鲜艳 勾线政治工整 有以画延史的作用 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色彩 被视为珍宝 七年前起西藏美术家协会 举办升级版唐卡艺术展览 以前是纯粹的唐卡展 一千年开始我们就把西藏当代的布面仲裁 和一些当代的绘画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展览 大家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就是西藏的唐卡文化发展得非常迅速 尤其是唐卡本身的审美上面和绘画的传承上面 协会也注重培养西藏新文艺青年画家 鼓励他们用不同的题材 多元化方式创作 表达当代唐卡艺术 他认为唐卡是藏族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不断丰富创作题材 才能被唐卡在发展中传承下去 无线电视记者关可围不道 这次中华日警报导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盟主共和两党最终会达成协议提高债务上限 加上美国地区银行有买盘增加大市上升的动力 美股上升三项主要指数都升超过百分之一 至于港管一边 恒指高开度142点 看看最新的情况 升近146点 报19707点 成交超过38亿 恒指期货 5月份升144点 6月份升157点 成交超过6300张 活跃港股 李宁去到头位 挨近百分之一的跌幅报48.1 腾上跌幅超过百分之三报332元 阿里巴巴就升3%报88.3的位置 有邦要升6毫半 报79.8毫半 比压力股份升超过2% 报245.8 第六位的京东 升不够1% 报144.9 盈富基金升1毫3 商汤升2%过外 报2.2 美团方面升1% 华阳电力靠稳升1毫4 报18.4 恒新科技指数 升51点 报3921点 焦点股份 看着腾讯 不上一季可以多赚1% 差过市场与期 纯利按贵跌7.6% 收入按年就升到1.1% 好过市场预期 国际市场游戏收入按贵比较跌半成 但受到农历新年旺季带动 内地游戏收入按贵升2.6% 股份有挨近百分之二的跌幅报336元 至于中电信方面 就未决定云端服务是否跟着同行去减价 中电信升超过1% 报4.12 中移动方面 早前宣布过减价 最新就是靠稳升3毫半 报64.7 其他科网股 百度集团升超过2% 报127元 阿里巴巴方面就升3% 报88.25 其他业绩股份 看着中通快递 第一个季度 正利润按年升到8.4% 股份升幅1% 以外部222.6% 至于国泰 上个月的载客量按年升近33倍 股份暂时靠稳 升4仙 报7.36% 至于华润电力方面 见到4月份的售电量按年增长有1.6% 股份靠稳升1毫子 报18.36% 至于大唐新能源 上个月的发电量按年升2.1% 股份进涨超过3% 报3.17% 而韦尔达去年的纯利倒退超过1% 每股派息都减少1.7% 但股份可以升到8% 左右 报48.65% 另外的焦点股 看着华虹半导体 在上交所科创版上市申请获批 股份都升到2% 过来部26.03% 至于敏华控股 用超过2700万 去到回购500万股 股份暂时靠稳 升一线 报5.37% 而比亚迪据报 加大自动驾驶的投入 照评5000名软件的人员 暂时股份升幅都有2% 过来部245.2% 贵来升3.7% 报63.05% 小鹏方面就升3.5% 报36.85% 另按人民币对美元曾经见了5个月的低位 落房股上日受压 今早就个别发展 碧桂园升幅压近2% 报1.65% 碧桂园服务升超过2% 报10.3% 农汇集团跌1毫市 报18.05% 华印置地跌5仙 报32.45% 万科企业 进涨超过1% 报11.28% 石油类相关的股份都要跟进下 看着隔晚油价 升大概3% 带动相关股份向上 当中中石油升超过1% 升8仙 报5.42% 中海油同样有1%过外的进象 升1毫4 报12.84% 中石化5.15的位置 升超过1.7% 而中石化油幅升超过3% 升2仙 报6毫市 而上海石油化公袖 升到1仙 报1.3% 这次开始 第1机报导完再为 各位早上 我是劉淑仪 有行山人士怀疑失速 跌落九龙库水塘受伤 由消防员救出送院 警方在清晨7点接报 一个男人在水塘水坝呼救 消防员到场放下吊篮 将67岁的男伤者吊上地面 警方说事主昨晚行山 意外跌落水塘 再游上水坝 不过未能再爬上地面 照早有其他行山人士发现报警求助 事主受轻伤清醒送院致理 海关拉着一个网上尿片零售商男负责人 涉嫌未有向顾客提供货品 或者安排退款或准保释后查 被捕的46岁男人 他了解是网上平台Baby Clan的负责人 平台过去已优惠价 收买日本品牌的尿片套票 不过几个月之前不少买家留言 说兑换之后收不到货品 亦都说平台以汇率和运费等原因 要求补回差额 令价钱比市价更贵 店主曾经发问说 正安排运输送货 海关说早前收到多宗举报 说有尿片零售商以预售形式 买套票 接受付款之后 未有按照承诺在指定的日期 或者合理时间之内 向客人供应有关货品 亦都未有安排任何的退款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政府今年和两电就管制计划协议 进行中期检讨 范围包括加重停电的法则 和要电力公司分担能源成本等 中电元朗电纜桥去年6月发生大火 导致元朗天水围和屯门大规模停电 近18万户受影响 港灯上个月中也意外 将电接驳到后备电纜引发短路 令港岛4万4千户停电近一个小时 同时其实现有管制协议流动 如果电力公司在指定时间中恢复电力 可能不罚反而有得奖 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想法机制 在今次的事件暴露出来 真是不适当 环境及生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说今年将会和两电就15年期的 管制计划协议作中期检讨 初步打算检视奖励和罚款机制 以就还要停电事故加重罚则 降低准许利润 亦都会讨论在燃料费不断加之下 两电实报实销 会要求电力公司协助分担 有立法会议员相信 如果增加引入新电源 有机会调低两电准许利润 建设完132区之后 我们就可以达到全香港60%的电 都是这些核电来的 到时就可以达到碳中和 而这些投资全部都是由政府来负责 因此不会是港灯 也不会由中电来负责 所以到时在下一个阶段 究竟是否和中电或者港灯续约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会有更大的barketing power 不过有环保团体说 根据过往情况 中期检讨可以达成的共性不多 如果要去改个制度 或者你改整个机制 那即是不会是一时三刻谈到的 我想要改个百分比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始终都是一个合约里面的规范 即是如果你要改合约里面 这些比较重要的条款 他认为较大机会改变停电掌罚机制 不时有人食用野生菇菌之后中毒 医管局会透过基因测序技术 去识别中毒的病人是吃了哪一种毒菇 比传统的验尿验血更准确 有助治疗 香港有超过380种菇类 大部分都不能食用 当中这两款蛾糕菌是本港最毒的菇 食用之后严重起来要换肝甚至死亡 医贡局说 平均每年有大约10个人 食用菇菌之后中毒入院 传统诊断方法 主要透过例如是土舌、嘔吐的中毒表现 出现的时间间距 来判断是哪一种毒菇 或者邀请真菌学家确认是哪一种 甚至化验中毒者的尿液、血液 但都存在限制 准确率只有七至八成 谈不到、闻不到 不知它什么时候开始有吐吐痛 如果它炒了菇 它还剩下一部分 起码还可以认一下 但是如果它将它 用搅拌机碎了它 变成了蘑菇汤的话 其实就算我找个真菌学家回来 它对着都碎了 都很难承认的 医管局读理学参考化验室 2018年用本港中毒个案 收集到的菇菌样本 或者病人胃液内的残余物 做基因排序 再同国际菇菌资料库比对 从而分辨到不同真菌 三年前更加将这一项技术 研制临床应用 成为尝试服务 基本上每一只样本 我们都能够确认它有没有毒 就算是最新的菇 我们都可以知道它是什么种类 我们的敌人当然是有毒的毒素 或者是病菌 你知道敌人是什么 对于临床团队就不用那么怕 还有它做那些治疗的时候 也有信心很多 有时有信心一点 它又不需要再做那么多其他的测试 这样呢 扔回来会省钱 菇菌基因测序最快一两日完成 每次成本只需要几百元 除了协助到临床诊治 也可以更快知道哪种有毒菇菌在市面出售 再交由相关政府部门跟进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那地有冬督兆演员被指在表现期间侮辱解放军 北京市公安局说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已经立案调查 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也介入调查 演员所属的公司被罚款超过一千三百多万人民币 多地也禁止这间公司的所有演出 冬督兆演员李浩锡 上个星期六晚上在北京表演的时候 说自己修养的流浪狗作风忧良能打胜仗 引发涉嫌侮辱解放军的争议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星期一对李浩锡所属公司立案调查 说上海绍生文化 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决定作出行政处罚 包括没收一百三十多万人民币违法所得 以及罚款超过一千三百万元 对涉事人士和演出经纪机构等有关违规行为 进一步追究责任 并决定无限期暂停涉事公司在北京所有的演出活动 绍生文化的母公司绍果文化总部位于上海 上海市文女局等约谈相关负责任 并责令那间公司暂停在上海全部演出 展开内部管理整顿 绍果文化之后发声明再次道歉 说接受主法并立即同利浩石解药 同时推出多项的整改措施 包括公司各级员工会展开主题教育 不会因为无知导致触碰到政治红线和公众底线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永报导 中国成功发射了第56粒北斗导航卫星 它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有助用户快速精准定位 早上10点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 将第56粒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入轨并完成载火测试之后 会接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今次发射在北斗三号工程高密度早望之后 将隔三年的首发任务 卫星亦是三号工程中第一伙备份星 它可以增强系统的可用性和稳健性 有助用户快速高精度定位 北斗系统的后备卫星是提前发射载火待命 并不是等到天上的卫星出现问题之后才发射 因为它们整个都是在我们国土 或是亚太地区这个上方 所以无论是哪颗卫星有应急需要顶替 或是需要备份的 这颗卫星也具备一定轨道机动的能力 去使整个星座的服务能力保持 中国之后将会计划发射中原地球轨道的备份卫星 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北斗系统的稳健性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宁报道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到访乌克兰 和外长富列巴会谈 有报道说总统泽连斯基省后会接见李辉 李辉星期二抵达乌克兰访问两天 星期三在基附和富列巴会谈 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 华富列巴向李辉表示 乌克兰不接受丧失领土或冻结冲突的建议 又展述了恢复可持续、公正和平的原则 必须建立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李辉是俄乌去年爆发战事以来 到访乌克兰的最高级中国官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底 和泽连斯基通电话后 近日派遣李辉出访俄乌等欧洲五国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沟通 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 在美国纽约市为逃避狗仔队几乎酿成车祸 纽约市长亚当斯批评狗仔队老妄和不负责任 而白金汉宫暂时未有回应事件 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和艾姆拉格兰 星期二晚在美国纽约出席妇女基金会 一不辞事活动 活动结束之后坐车离开 哈利的发言人星期三发声明说 哈利等三个人所坐的汽车被一批非常挑衅的狗仔队追逐 事件持续超过两个钟头 多次差点碰撞 差点酿成灾难 当时到路上还有其他驾驶者 行人和警员 发言人又说作为公众人物 虽然会引起公众一定程度的兴趣 但绝不能以任何人的安全为代价 纽约市长亚当斯说 两个警员在事件中差点受伤 强调纽约是一个人口囚密的城市 不应该在任何地方飞车 纽约警局也发表声明说 很多摄影师令哈利和梅根的行程变得负挑战性 实现中没有人受伤或被捕 英国广报公司报道 这场追逐涉及六架车 期间曾经冲红灯 冲上行人路 拦车 在单行道倒车 和开车时拍照 又说哈利等三个人曾到曼哈顿警局 躲避狗仔队 三个人一度登上的士 企图避开狗仔队 被发现之后再截犯警告 接载哈利的的士司机说 三个人很安静 看来有点害怕 又形容当时情况并不危险 甚至不能够称为追逐 哈利和梅根2020年 辞去英国皇室职务之后 迁往美国定居 哈利目前和英国小报有多宗官司 包括指控小报涉听电话 和非法获取资讯 哈利的妈妈戴安娜黄菲 1997年就因为逃避狗仔队 在法国巴黎一条隧道 发生车祸丧生 无线电视机者李澤浩报道 全球最古老和最完整的 希伯来敏首钞本圣经 《沙信钞本》 以大约3,800万美元 接合近3亿港元卖出 苏富比博卖行说 圣经有前美国驻罗曼尼亚大使摩西 和他的家族买入 并转赠以色列特拉维夫 犹太人博物馆 苏富比说 《沙信钞本》是在1929年 获犹太藏书家《沙信珍藏》而命名 成书的年份可以追溯到九世纪晚期 由24卷书组成 部分内容在《死海古卷》也有记载 不过由于《死海古卷》残缺不全 也没有标点符号和章节 又并非以《书卷》形式出现 因此,《沙信钞本》是现存 最古老和完整的希伯来敏圣经 明报报导 小学获教育局派零班 下学年不获资助开办小一 部分距离十六人开班线只差一个人 沙头角中心小学获派一班 违背指实际收生未达到十六人开班线 那间学校的校监李冠雄说 现时距离十六人差一点点 原先达标 唯有准少一生临时决定留在内地读书 他说局方知识该校出现特殊情况 又说学校一定会努力招生 如果明年不达标 就不再获教育局着情处理 东方日报报导 本港引进电动的士步伐归速 政府回复议员表示 截至今年四月底 全港只有五架纯电动的士 占全数大约一万八千架的士 少于百分之一 就政府期望2027年底 投入大约三千架电动的士 目标似乎遥遥无期